独主的预演 支队 好了 我们回去吧 现在回去的话 应该可以赶在傍晚之前回到冷宿学院 拜托再让我吃一碗好不好 清兵卫 你打算吃多少啊 那个声音是 是独主的半田八方斋 奇怪 山田老师不见了 扑我起来 是谁 刚刚是谁在笑 全部不准笑 是 山田老师 你躲在这个地方打算做什么呢 你们看那个 是个人数学员一模一样的笑门啊 八方斋他们搭建这个门到底想做什么 很有可能是 他们在预演如何袭击我们冷宿学院 恭喜 在独主城来说 我们冷宿学院的存在一定是很碍眼的呢 的确没错 只是我们最近也都习惯他们 有点松懈了呢 在独主喜欢跟父弟其他的车宝战斗 是做邪恶的车宝呢 山田老师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让独主的预演失败 终止他们对忍树学员的攻击计划才行呢 对啊 这个问题要是跟冷宅扯上关系就太危险了呢 可是我们为了保护忍树学员危险也不怕 哎呀 你们的事情帮我明白 但这个时候还是交给我来吧 不要 快点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呢 该怎么做才好嘞 啊对了 能不能请你们回到刚刚的茶店吃丸子呢 我是无所谓的 来 这是丸子的姐 Let's go 老板 给我三分丸子 山田老师 到底要怎么让独独他们的预演失败呢 换作是我 应该就是破坏那座校门吧 只要能够毁了那座校门 独独就无法进行预演 问题是该怎么破坏那座校门呢 哎呀 而且我没有带破坏用的火药 要是用火烧的话 这座珊瑚很有可能因为轰了柱掌 而死的火花会到森林里 那像呢 山田老师 哎呀 是你们三个哦 你是否已经想到 怎么能够让独独的计划失败的好点子呢 你们已经吃完丸子了吗 因为那些钱只够吃一碗半 知道了 你们就在那里吃完吃了 我去找你们吧 太好了 老板 请给我一大堆丸子 我觉得山田老师其实可以让我们一起帮忙想办法 山田老师应该是担心我们的安围了 得快点想出破坏那座校门的黄瓜才行呢 好极了 大致上都完成了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攻击忍术学人计划的预演吧 糟糟 这次的训练可以说是实现我们独猪的野心最初又最重要的 毕业过 因此是非要让预演成功 然后一口气攻下人数学员 我为了焦急怀念想不出好足迹的啦 山田老师 那是你们三个哦 那家丸子已经卖完了呢 既然这样你们也可以点别的东西吃啊 爸爸 我就说是这样 可是山田老师只说在那里吃丸子这样 那么我们也可以吃寒鲜粉条吗 那是实现蜜豆 那么我们也可以吃红豆汤圆吗 你们想吃红豆汤圆 或是死锦蜜豆 或是巧克力百惠 要吃什么就尽管吃的 哦 八方寨大人 怎么了 鱼鬼 我听到后面的山崖上有人说话的声音啊 人物快点救出来 老师 我们好像被他们发现了 糟糕 请我仔细搜 应该去那些附近台队 是 我的配故 在那边 学乌 鱼鬼 你过去看看 是 都没有人吗 这就奇怪了 看我的 果然都没有人 什么 完全没有发现到任何人 是吗 可能是我神经过敏吧 等救了 我太大意了 三年船子 乱太郎 五安 新兵卫 要是让你们太小看我们赌主 可就伤脑筋的 谁听老师 现在该怎么办 起来死心还太早了 我对实情没动 还蛮死心的 哎呀 我不是在说那个的 各位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吧 接下来我就让你们好好见识 我们独处真正可怕的地方 好痛啊 坏掉了 谢谢老师 结果八方斋自己把小校门毁掉了耶 先不管那个的 我们快点离开吧 是